员工上万人 市值超过万亿的五粮业酒厂是什么样 我们在还中国稀不自驾 在来到四川宜宾后 感受到蕴含在这座城市的酒文化 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宜宾的五粮业厂了 宜宾呢因为它是四川省第四大城市 除了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美域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别称就是九都 嗯看一下后边这个标 就是五粮业上面的那个标了 对提到宜宾大家都会想到五粮业 所以今天我们就去五粮业酒厂里面 带大家看一看 对而且你走在这里之后 你去闻这个味道 在空气中都弥漫着酒香的 觉得闻这个酒味好像已经醉了 醉了 我们现在呢就进这个酒厂里边去转一转 看一看 每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 而四川宜宾的五粮业 也为这座城市印上了独特的记号 我们现在身后呢 就是五粮业著名的酒坪楼了 这个酒坪楼呢曾经还被评为 我记得是中国十大最奇特建筑之一 可以看到一个酒坪的样子 然后变成楼的形状 确实还是挺奇特的 嗯 而且呢 不光是它是酒坪形状 你站在这里呢 还能闻到浓浓的酒香 这个酒香越来越浓了 因为它的对面其实就是生产车间了 但是我们好像不能进去 只能员工进去 嗯 感觉就像是这个酒瓶 它打开了瓶盖 然后你站在这里就可以闻到 它那个酒香的味道 本来其实我对白酒不感冒 但是闻到这个香味 我先尝了之后 觉得还是挺香的 嗯 挺舒服的 就这个香味 我估计闻一下都要几块钱 哦 对哦 那一瓶最便宜的 一瓶一千多 你闻一下 闻一下就是几毛钱几块钱 实际闻 多闻你就转吧 走 走在五粮夜场内 我们也很幸运地遇到了陕西的老乡 不是双胞胎 它看着有点像 嗯 你们两个人脸型 有点像 嗯 长一个样子 就是 老乡 嗯 老乡 我在白尔华给他素充 老乡 风识 风识 嗯 还离得近着 其实还是挺好 你们自己开车过来 对 走了准夹了 走了 哎呦 很久了 你也是来这块看这个 我们到卢州去 卢州 卢州老叫 叫卢州的 我们要从卢州过来 哦 你们也到了卢州了 你们从去哪里 不是 我们是从内疆那边 然后先去卢州 然后再过来 我们要去赵通那边 哦 你们要去赵通 对 哦 可以可以 出来玩 玩了半个多月 他们是小孩在成都 然后我们将在卢州 他送我们回去 哈哈 然后他们又滚到前面 哦 全一个月 带一个月小孩 然后再回去 喜爱 哈哈 那您咋开的是 不扯呗 对啊 我们在车上 你们放在上面 这车子 没下来 我们没下来 他们没开车子的车 他们是坐的高级 行行行 那你们好好玩 行行 啊 我们也开 好好好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 是运酒糟的吗 对 哦 就温到很浓的味道 我们刚刚在开车 经过这条路上 发现这边有一个厂房门开着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传送带 这个传送带估计就是 运送粮食的 或者酒糟之类的 可以闻到很浓的酒味 这边还有粮食的皮 从天空俯瞰 一个个小的厂房 井井有序地排列整齐 而在厂房内 美味才正在慢慢发酵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五粮夜厂的制高点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整个大片的厂房 以及正前方的五粮夜 它这个厂区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正前方有一个雕塑 好像是一位女性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后面 它的后面是有一个光环 这是五粮夜的logo 在外面是一个狮子 对 正前方是五粮夜的酒瓶楼 以及旁边的厂房 酒香不怕巷子深 传统的总能历久弥新 而五粮夜也早已借助迷人的味道 成为了万种的宠儿 我怀疑人这里头 放的估计是旧 我猜的 我不知道 我相信全国人应该都会听过 五粮夜这个品牌 因为它在全国内的销量都很好 五粮夜为什么叫五粮夜呢 是因为它有五种粮食 高粱 大米还有什么 糯米 小麦和玉米 对 所以叫五粮之精华 主要是这五种粮食 当然还有其他粮食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名字本身就起得很好 而且五粮夜 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中国白酒 因为它已经有着三千多年的酿造历史了 也就是堪称最古老最神秘的特色食品 在这个厂区内呢 我们看到有好多这样的售卖机 而且它这个价格 我说外边零售是一个价 但有一个奇怪的点 比如说它这个水 小瓶的是两块 大瓶的一是两块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喝大瓶的 走在这个酒厂内呢 感觉到整个酒厂内都弥漫着这种酒香味 嗯 非常的香 我觉得如果谁喜欢喝酒的话 然后可以来这里多闻几口 五粮夜其实作为三千多年历史的一款酒 其实它的名字只有一百多年历史 在之前当地人都习惯叫它杂粮酒 因为它是由五种粮食酿成的 后来在1909年的时候才更名为五粮夜 五粮夜这个名字更名之后呢 从此之后就响彻全国了 他也可以来到这里 来到四川宜宾来这个酒厂里面 感受一下它这个生产 以及它这个酒文化 最后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小卓以前大瓶上身 所以说酒这个东西还是少喝一些 尤其是开车不要喝酒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继续出发了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